HAMU CHANNEL 開始 對然後我今天隔離大概第七天 對第七天了然後在日本 因為我是兩年都沒有回來 然後我覺得日本真的是很乾很乾燥 因為我是怕我的皮膚啊比較容易 也不是過敏就比較容易乾燥 因為連我在台灣也是會乾 對所以我在日本的時候啊 就真的是太乾了太乾太乾 然後我就都那個房間打開了 那個不是除濕機 是用加水然後上面有煎氣的那種 對然後我在隔離時間呢 我是都在我都在上網買東西 對買了買了什麼呢 買了什麼煙藥水啊或者是 就在家裡穿了衣服啊 就好像是買了小小的東西 嗯然後然後在家裡都在很無聊嘛 所以我都我都 啊整體房間 對然後我發現啊我那個以前在日本大學的時候 中文課本 對 啊我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嗯小的一下 找到這一些 嗯第一本是 中國是怎麼樣的國家呢 然後就打開看一下 中國人初次見面 中國人初次見面 一幫互相說 說一句 你好 這樣你看 這邊是說 所以是 是要捲舌嗎 呵呵呵 對 就特別飆起來 對 那你看 這個 第三課 自由市場 對 在中國無論大成還是 在中國無論大成還是 再一下 中國語 對 對 哈音 啊 啊 之類的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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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懷念喔 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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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像這樣子 然後你看 第一 第一 第一課 姓您 您 貴姓 我姓 北 中 我不 欸 不 我 不姓 張 我姓 我姓 趙 啊 難喔 這個 對 然後 這個是 這一本啊 這一本是 這個 直接是內容的 我 我 來 介 紹 一下 這 位 是 剛 從 日本 來的 同班 同學 同班 好難喔 好難喔 呵呵 現在我又不一樣了 變成 台灣 是 話音了 我來介紹一下 喔 以前拿念書的時候 就快要考試 快要那個考試嘛 然後考試之前是 要念书 就房间一面 说念书 念念念就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我觉得那边房间好乱哦 然后就开始整理一下 整理整理 放东西 放一放就 这个好怀念哦 怀念怀念就一直看一直看 就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是想 本来是要念书 但是就找到什么 就想要 就想要开始整理 听说这个好像有一个名称吧 我忘记了 嗯 对 有名称的 那今天到这里咯 今天晚上又会放影片 大家记得要收看哦 拜拜